结婚生子 黄先生接连到处的这一桩桩事情 让疯女士完全乱了方寸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跟他同居了六年的前夫 竟然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成为了别人的合法丈夫 还跟别人生下了孩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和黄先生的关系算是什么呢 这是疯女士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伴随着这接连的打击 疯女士已经完全乱了方寸 可就算是伤痕累累 疯女士似乎还不死心 那么黄先生现在的妻子呢 他是否了解疯女士和黄先生之间的关系 既然现在结婚证也打了 孩子也生了 为什么他要跟黄先生合起伙来 瞒着疯女士 主持人张婷决定 现场电话连线黄先生现在的 班女士您好 您好 您好 耽误您几分钟 你是知道他们来调解的对吧 知道 因为这个事也闹了挺多年了 我很想问一下你就是 在之前你跟黄先生认识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吗 不知道 后面才知道的 什么时候才知道的 去年他来闹的时候才知道的 那个时候你对于黄先生的了解是什么呢 反正他是离婚的 你只知道他是离了婚的是吧 那离了婚我觉得离婚是没什么的 后面他就来闹说什么什么我怎么样 闹你离婚的我怎么样就很正常 我明白 在疯女士看来 就是他认为当年他跟黄先生办离婚 是假离婚 你知道这个事吗 就是他们当年为什么离了婚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这个我不知道 好 所以等到这个疯女士找上门来找到你的时候 那你跟黄先生之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后来还是一直没说呢 那怎么解决呢 已经在一起了 那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 他是离婚的 那难道还要我们怎么样呢 是不是 在你这边你肯定认为反正是离了婚的 对吧 可是在这个疯女士看来就是 即使他知道了你的存在以后 黄先生依然没有跟他坦白这个事情 没有坦白跟你们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 那等到你怀孕的时候 他再次上门 你们都没有直接告诉他吗 为什么要告诉他 我就觉得 因为他这个人说不清楚 他这个人不听你说话 就是嘛 他不会听你说话的 他这个人 你跟他之间有发生过什么冲突吗 賴女士 没有没有没有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是半夜来闹的 半夜十一点钟 来敲门 他才带着男孩子来 那我肯定不敢 不会开门给他啦 他就 他就有那种发火那种 说我不开门给他 你说半夜来 谁会给你开门呢 两个都是女人在家里 我肯定不敢开门给你啦 他就因为这样子发火的嘛 那后面他就 再说话 再也不会听你说话的 一开口就是骂 不会听你说话 不会听你解释 一句都不会听你解释 一开口就是 什么什么 很难听得来 那我只能挂了了 我不说了 我真的到此为止 我就不说话 我跟他不说话 反正有时候 我觉得我让他心情好一点 我就揭露 我就放在那里 我不听 我让他骂 让他心情好一点 就是让他骂 我来说话 我来说话